亲爱的媒体记者先进们 大家晚安 那么我们今天举办这个记者会 是怀抱着一个非常沉痛的心情 来到这个现场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国家的最高的司法单位 然后做出了一个判决 是违背我们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的 那么对于我们后代子子孙孙 也造成了非常多的冲击 我们觉得这个对于国家社会 未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 都不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事件 我们觉得这次大法官事件的 做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我们刚刚学生也做出了道歉 说我们努力不够 但是我们也看到 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执政党 我们执政当局 它是一定要通过的 在于过去行政手段 立法手段 今天走到了司法手段 等于民主的行政立法 司法三权 全部动用 然后跟23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 或者是地区 中间有8个国家是采取 利用最高的司法单位 也就是大法官视线的方式 进行同性婚姻的 这个所谓的法治化 是如出一策的 因为当人民走上街头 抗争的力量很大 那么美国甚至进行公投 一百多万人是反对 可是最后由总统下令 由大法官在对立性非常强的状况下面 违反人民的意愿通过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令人遗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大法官视线的一个问题 在于他们仅仅是用第七条 跟第二十二条宪法 用第七条的平等权 第二十二条的所谓的自由 那这两个权是中间没有任何 是有关于同性婚姻的相关的内容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视线完全是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然后任意的解释宪法 我觉得大法官在这件事情上面 应该是失职的 为什么 这两条任意解释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其他的法条 还有过去视线的552 554 总共有八个法条 一起拿出来一并参考 只是很简单的带过说 过去是针对异性婚姻 这次是针对同性婚姻 请问 婚姻就是婚姻吗 那同性婚姻异性婚姻 它所指的就是婚姻的定义问题 我们用两个宪法 任意的 无中生有的解释方式 也就是说 屈从在政治手段之下 我们觉得 大法官会跪倒在 执政当局的前面 我们也替他非常惋惜 能够做到国家最高的司法 能够做到国家最高的司法人员 那么做出来的是一个是片面的 非常狭隘 而且有限的去进行相关的讨论 也把其他不同意见的大法官 潜在这个宪法第七条跟第二十二条内 我们觉得这个是在一个 我们没有看不到大法官有任何独立判断的一个基础 非常令人惋惜 那么对于他们个人来讲 我们觉得也是一个人生的污点 我们也看到这个一定就是司法史上的一个耻辱 用我们提出来了有这么多的意见 国际法联合国的相关的都强调了婚姻 应该是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种制度 并不要求各个国家去推动同性婚姻 那么大法官全部全然予以漠视 回避不谈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的福祉 如果我们今天都彻底充分的都讨论过了 我觉得全民是一种觉得是非常喜悦的去进行 这个不好吗 我们关键就在于一个性行为的认知上面 今天我们互相蒙整个的针对的 我们也对于专法 我们在去年就吵拟了 可是始终拿不出去 因为有个关键 整个同性关系立法的问题的关键核心就在于 这个行为是不是OK的 如果一个行为是具有伤害器官 具有传染疾病的问题 同时也有卫生性的问题 既然器官会受到伤害 自然生育 自然老天给我们的行为 会伤害我们自己 然后在具有伤害性的性行为上面 为什么要给予立法 这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专法拿出去的关键 我们的只要有任何的法律 就代表我们认同这个性行为是OK的 如果一个性行为我们觉得是可以的时候 我们互相谋示举双手来替他们去立法 但关键还是回归到性行为 我们觉得很遗憾 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在有人贴在网路上 如果大法官做出了不恰当的判决的时候 有人就要给他去贴 某某某某大法官 你是赞成伤害器官不卫生以及传染疾病的性行为 我们要替你鼓掌 然后让你千秋万事流芳子孙 我们看到这种的这个曼在传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大法官你难道你一点都不警觉吗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平等跟自由的问题 接下来当然我们会看到 我们可能会再度申请视线 我们可能再度申请视线 也就是说当然视线有几个方面 那么除了人民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 我们要对于法律命令要提出 但是呢当然也可以由二分之一以上的委员 也就是现在的113位的57位 然后提出来 但是我们不晓得有没有57位的立法委员 愿意站出来针对婚姻重新的提起视线 那么如果立法院不行 我们就请按照民法972条婚约由双方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 男女当事人我们就不再重婚之下 我们是不是有三个男的两个女的可以去伴侣多重的婚姻 如果我们被驳回我们就肃请 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权益受到危害了 然后也是申请视线 所以今天大法官会在最后最末的时候 居然他这个此地无因三百两 说这个现行婚姻有关异性婚姻制度 当事人身份及相关权利义务 不应本解释而改变 你会看到这个是完全是此地无因三百两 我们已经告诉他 我们要去做这个多重婚姻的去登记 他就来一个附带一个婚约 有关异性当事人的婚约 不应本解释而改变 但是因为这个视线并不能够阻碍 不能够阻挡人民权利义务遭受剥夺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性倾向不是只有同性性倾向 目前的性倾向有65种 那么在去年8月份已经到达65种 所谓的每一个性倾向都会跟他的伴侣有关系 请问我们现在看到了林亦涵的事件 请问师生恋可以吗 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法律里面 师生恋是禁止的 难道师生恋没有他们的人权吗 我们这个乱伦是不是应该要去 这个要去罪除罪化 虽然现在是民法 他是这个告诉乃论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刑法中间整个拿掉 重婚罪难道他们没有 我们在民国19年 我们在民国订定这个法律之前 民法之前 我们还是一夫多妻的 为什么不行 我们这个婚姻制度就是因为人类走到现在 发现一夫一妻制度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 对我们孩子是最适合的 孩子需要自己的父母养大 所以我们看到婚姻本来它的目的就是因为会生育 会生育之后我们才要给予制度 会生育之后它首先是组织成为家庭 家庭是一个现实 后来因为发现需要社会的制度予以协助 一个家庭的父亲母亲 因为有了孩子之后 他的工作能力各方面都降低了 所以需要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互助的团体 所以需要整个社会 国家给予相关的协助 在这样的协助之下 所以我们有了婚姻的定义 或有了婚姻的制度 所以家庭是一个现实 你爱组成一个家庭 男男女女 你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 但是婚姻是一个制度 所以在宪法学里面这叫制度性保障 我们现在大法官已经破坏了这个制度 我们看到非常惋惜 因为大法官可能不是法学出来的 那部分法学出来的话 他有没有坚守你自己所学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觉得整体来讲非常的遗憾 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司法院前面 人民是愤怒的 我觉得未来这条道路 我们也不希望社会是冲突 但是我们对于孩子将来 你的性行为的认知 将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通过同线婚姻之后 看到艾滋病的人数就激增 现在目前南非已经13个里面 人民里面13个里面 有一位是艾滋病的罹患者 感染者 发病的人数也相当的高 台湾这近年不断的提艾滋病的人数 已经突破了3000人每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问题 对于我们国家社会发展 都不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为什么不往好的路走 我们对于少数同性恋者 我们始终是告诉各位 就是说我们对于互相没有三个层次 我们对于人一定是尊重 疼惜关怀 尊重疼惜关爱 而且是我们对于每个人 没有不爱的人 第二个层次是行为 我们对于行为觉得没有办法认同 但是第三个我们所觉得 不恰当的是法律问题 我们认为法律不需要去替性行为去废书 所以三个层次 我们人绝对毫无问题 我们对每个人都要疼爱他们 对于现在他们的需求 其实国外很多学者 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 廖元豪教授也都说过 同性恋婚姻只是对于自己身份的一种肯定 它是不是来自于跟异性恋一样 是身心灵全方位的满足 彼此的终身的承诺 以及责任 还有孩子的责任 这个是婚姻重要的关键 是因为我们生育要对孩子负起责任 婚姻不要随便的打破 然后婚姻的是因为有孩子之后才能够 国家社会才给予相关的法律的 虽然现在很多人没有办法生育 但是并不是婚姻制度的本身的问题 没有人知道说你结婚前你能不能生育 所以这个婚姻制度并不是并没有错 那现在呢 大法官把我们的婚姻制度打败以后 打破以后 对于我们国家未来将来 我觉得我们的相关的学术研究者 应该进行相关的调查 我们将来同性恋的人数会不会增加 然后孩子对于性行为的认知 然后我们对于性是不是回归到一个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有健康发展的道路上面 这个都是我觉得我们学界各方面都应该要予以关注 进行长期调查的 那如果看到不良事情的后果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慢慢的改回来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家都已经在走回头路了 那我们现在罔顾这些国家的自我反省 看到了问题的后遗症 很多国家开始打退团股 但是我们现在在执政当局强力的意志之下 硬要去通过这个 我觉得这不是人民子孙的幸福 谢谢 对了 我们是总组教团的医书长 我代表我们听主教团做一个很简单的发言 首先事情还是很新鲜 我才拿到那个新闻稿 大家在看得很长很长 就已经原谅我 我无法对这个内容做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回应 因为我还没有仔细的看完 我只知道今天大法官宣布了 现在是民法不允许同行回应这个事情是违宪的 这个我所听到了 所以续经会议回到立法院再继续讨论 这是我所认知 我听到的续经 当我在这里是表达天主教的立场 我们回顾一下很短的历史 从去年大概10月17号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由美女委员 像当天在中午之前要修改主期 所以我们在那个济南路 外面有很大的一个抗议了 所以我把那个事情都割下来 就有公听会一读二读 到今天为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不同的那些建议 就是希望政府要倾听民意 因为这个决定事关大小 有关整个文化将来的未来 也牵涉到教育 也牵涉到很多刚刚所讲的卫生的层次的 所以真的一个好的法 这么大的法 不应该只是在立法院 一百多位的立法员就举手 大幅通过而已 这是我们当时候所看到的 我们主教团也马上做一个声明 就表明我们天主在的立场 天主的立场也是教终方 这个常常提醒的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 这跟一般的文化 跟一般的认知 没什么大的差别 所以事情是过去 今天在婚姻的定义上 我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和再分享 因为要写的 要讲的 一定在过去 有公布出来的 如果你们要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主教团 这个官方的网站 我们有一个小小一栏 还可以找到我们过去的发言 以及以往教终的对婚姻的看法 为什么一个国家政府 不宜不适合立这个同性办理法 就比较一些学术性的那些文献 你们可以慢慢地下载去看 我还是回到就是今天 刚刚张首颜秘书长所讲的 我觉得一个任何的民主的国家的政府 如果是为了老百姓的好 任何大的决定下 这种的有影响 甚至改变婚姻制度的话 一定要充分地向老百姓解释说明 不过从去年的11月17号开始 只是两场的公订会都是在立法院 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些地区性的一些解释 或者是辩论讨论 完全没有 我相信有很多老百姓还不知道今天的续线的结果 或者结果所带来的改变 很多人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对这个 将来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 我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 我们就是会怕这个续线的结果 会更加造成国内的撕裂对立 因为在没有续线 没有宣布之前 已经有一种很大的张力了 现在已经续线结果的话 我们真的很担心 现在国家政府 怎么去面对老百姓 不知情 不知道 而造成的那种的对立 对双方都不好 对挺方 或者是反方都不好 这就是一个事情 然后我想 补充一句就是说 我们是天主教的立场 我知道 可是我们天主的立场 跟一般的文化 是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像人类只有一男一女 这个事实先于我们存在 尽管我没有诞生 我不是人 这个事实已在 我们无法改变 因为我们相信 背后有个我们叫创造主 我们除了他一个神一个天主 所以在这个自养律的之下 一男一女婚姻 也讲得很清楚了 能够身为养律 尽管这个制度 不是徐全徐美 我们也承认有一些 失败的婚姻 可是制度本身 它不是一个坏的事情 是我们怎么样去经营它 所以如果我们要得到 那个成功的婚姻 是应该更加好好地保护它 而不是废除它 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 都很多是支持同性婚姻的 不一定他们自己有同性倾向 他们只是很同情的一些 有这种倾向的人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 可能是异性倾向的 是很同情他们的 支持他们的同侪 我们看到很多些游行 不是全部都是有同性倾向的 从背后我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们是有一股 有个渴望向 缔造更美的一个社会 平等嘛 对不对 没有歧视 这是很正面的 不过我相信他们要很清楚 他们有两个选择 我会用一句德雷莎母母 大家都知道 这个很深欢迎的德雷莎修女母母 她讲那句话 很简单的 因为她很了解年轻人的渴望 她说 如果你要改变世界 要先爱你的家庭 亲身的家庭 这个也是我给现在年轻人的 不管是反方也好 同方也好的一个忠告 因为大家就出自一个家庭 先爱自己的家庭 各自的家庭 有份很深的感情 这样这份来自新的感情 慢慢的延长到社会上 这还是一股正面的力量的 我们今天看到有两个选择 同性婚姻或者异性婚姻 我们从别的角度来看 其实天主教常常被人嘲笑 我们就很保守 其实我们就是讲多少很旧的东西 耶稣基督2000年诞生 耶稣基督2000年被盯死 复活起来 生了天 天主教就是有勇气 讲一些所谓很旧的东西 因为真理是无分新旧的 就是真理永远不变的 要做选择 如果我们现在要寻求自己的幸福 根据一些调查 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希望有自己的家庭 不管他是赞成或不赞成同性婚姻 大部分目前调查在国外 在国内也是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能不能够成立是另外一个事情 这个渴望是在的 所以现在年轻人跟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是不太一样的 以前一男一女婚姻都摆在你面前 好像非得接受不行 甚至在早期持父为婚 更加专制没有自由的选择 那个不一定是好的事情 可是历史就这样 以前年轻人选择很多了 基本上他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结构性的家庭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男一女 先相信相爱 然后发生有体关系 生出儿子 透过儿子 更加加深夫妻两个人的感情 还有这些对方的亲人 去结构性的 或者解构性的 打开 打开 都不要父母 什么都不要 自己是按照自己想法方面 去定个家庭 现在年轻人是面对这两个选择 所以德雷撒母母 就劝我们 如果年轻人 你们要改变世界 你们要寻先爱自己的家人开始 因为是最简单的 自己亲身的家庭父母 兄弟姐妹 在这方面 我们教会很乐意 陪伴双方的年轻人 无论你是要 追寻一个结构性的家庭 我们很乐意陪伴你们 如果你觉得 你比较喜欢一个解构性的 我们也愿意跟你们交谈 希望能够提供你们一些 小小的经验 让你们真的找到你们心中的幸福 好的 您是会来分享一下 您不是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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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先来 大家好 我是代表导教的 我是道教会的秘书长张导恒 今天我们看到这件事件案的结果 我只能说一句话 就是 我非常的恭喜立法院 你们松了一口气了 今天大把关会议 把你们的战场全部都清理干净了 不管我们之前 立法院完全是表达民意的地方 我们在立法院做了很多的攻防 但是今天大把关会议的结果 已经告诉我们 两年之后 你在这两年之间不用反应任何名义 你不用作为 基本上同性婚姻就已经合法了 就已经完全的可以算是合法了 所以今天非常痛心的是 大把关会议 这些大法官们 十五位大法官 任重而道远 他把整个的 我们的这个 这几年来的努力 全部都已经定掉了 两年之后 我们的同性婚姻一定是合法 最低限度也 专法一定会成立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要问大法官 你们对未来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们希望我们的整个社会国家 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的存在 就今天的这个说明文里面 我们看到 他提到了征修条文的 第十条的第六款 我们强调妇女 强调性别平等 强调很多的部分 但是这里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一点 他所强调的是两性之间的平等 那这两性之间平等 如果说在校园之中 现在不当的教材 一直在流窜 一直由性别平等委员会 在推动一些 我们所谓的性别光谱 很多的不同的 对于性别的解释的时候 大法官这时候是站在什么立场 你要不要帮人民说话 所以说现在我只能说 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之后一定会有阴影的对策 那我们也会遵从 整个我们互加盟的行动 由张首尉秘书长来统筹对外 基本上我们在整个后面的行动 虽然在立法院 我们也只能做到 我们能做的部分 但是希望就是说 在民众之间 大家要把这个舆论 各方面大家这个危机感 全部都拉高 这个成绩必须拉高 因为事实上 现在政府俨然已经有一个东厂出现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一个政治理的介入 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大概我的意思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八王安 我这边是同一教这边 大概在互加盟这段期间 事实上 这次的事先案之前 大法官的会议之前 互加盟 还有很多的一些 互加的团体 事实上常常奔走于 司法院而且也举办了非常多次的一些记者会 那也在目前呢 甚至呢 我们看到在中正纪念堂 还有这个回教徒阿布 这一位令人非常感动的 真的是一个信仰者 那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热爱 这还是真正热爱自由 才是真正热爱和平 才是真正的爱护整个传统文化 爱护婚姻 甚至可以说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位 那他目前正在中正纪念堂 正在为了这件事情 正在进食 希望总统能够来接受他的诚情 那我相信在这段期间 很多的团体呢 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其实无非呢 就是很希望说 我们国家能够走向一个真正自由 真正幸福的一个大道 但是因为就在这次的大法官的视线里面呢 其实 我们许多互加团体已经非常忧心 因为这个结果 似乎 不管在我们怎么样的努力 不管是我们在 做多少的在街头 或者是在各地方去努力流汗 流泪 甚至这样子呐喊 但是好像我们的政府呢 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样的内容 而且他通过政治力呢 去凌驾了司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 这一次的整个大法官的运作过程里面呢 看到 似乎呢 好像在我们台湾只要遇到了政治 很多东西就转弯了 所以只要遇到了政治呢 很多东西就改变了 连过去 一直解释的一个解释文 是完全以着一男一女的解释文 婚姻的定义的解释文 完全因为政治的缘故就转弯了 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所面对到了一个真正的状态 所以因此我们呼吁监察院呢 应该针对这一次的视线案 这是大法官他所做的这一次的一个解释 他是否真正具有他的一个正当性 是否呢 监察院这边呢 应该要积极的来展开调查 而且能够给予我们人民 做一个更正确的说明 因为在这次解释文里面 刚才张照恒秘书长已经 讲得很清楚了 从来很少看到过去有力量解释文里面 今天两年后 这样的同性婚姻就可以合法了 不论立法院这边呢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法条的问题 只要这些 这些同性婚姻者 他们愿意去登记 愿意去办理的时候呢 他们就具有这个保障 我们想试问 今天婚姻的定义呢 可以因为这样子而言轻易就改变 这样的解释 真的令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诧异 所以我感觉到这些法官 大法官真的是 非常的杰出 令人没有办法去想象 他可以自动两年后 他就可以自动同性婚姻 自动生肖 不用在立法院里面再经过更多的 更多的正反两方的抗争 那我觉得说监察院难道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不需要介入调查吗 所以我们真的很积极的来呼吁 谢谢大家 对了我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是针对目前的执政党 但是我们并没有针对 我们在我们的护家团队里面 我们蓝的绿的都有 我们没有政党色彩的 要跟各位要清楚的报告 因为我们这个议题是无关乎政党的 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 我们虽然看到目前的执政党 是有意志的在推动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用分蓝绿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稿当中 因为这个新闻稿是比较早 在四点钟以前就写的差不多了 但因为后面的非常多的采访 还有到司法院前面 所以这新闻稿的内容 没有经过一个再修改 我们把这个第七条的第四点 以后就可以直接拿掉了 所以我们未来也可能现在 公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暂缓了 因为现在没有所谓的公投问题 因为公投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推翻 将来一男一女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把第四点还有第八条都可以删掉 那这个新闻稿因为在印制的时候 没有就是时间很赶 因为今天四点钟公布 我们是差不多四点八分的时候 看到上网 我们把它摘录下来 但是我还跑到了司法院前面 然后那也有很多的采访一直进来 几乎没有办法去动这个新闻稿 很抱歉 那可以简单的结论一下 就是沐家宏希望未来能够监察院 能够重启的调查机制 甚至再度申请事件 是比较简单的说法 是朝这个方向 目前监察院依据我们的宪法 七十八条 监察院的职权后面有几条 那监察有这个 有关于纠正 纠举 弹劾 那纠正是针对行政院的 纠正 是针对 他都是针对公务员 纠正 那所以我们不是用纠正 纠举的意思是说 当公务员正在进行某些的职务 是不恰当的时候 监察委员可以提出纠举 勒令他停止这些动作 当然现在已经大把关 视线已经出炉了 也没有所谓的纠举 但是可以针对他职务上面 你说职务是不是 恰如其分的在进行你的职权 那你可能没有进行职权 那第三个就是弹劾 弹劾就是你做了某些事情 是违背一些法律命令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等等 我们可以提出弹劾 弹劾之前 那不管是纠正纠局 那没有没有纠正 不管是纠局或者是弹劾 那监察院都首先要进行调查 针对这个议题 那我们会 今天司法院大法官 这个新闻稿大概只有三页 我们如果拿到了所谓的判决 包括同意书跟不同意意见书 协同意见书跟不同意见书 有两种意见书 我们看到如果说 协同意见书跟不同意见书 都看到了以后 我们会针对内容 然后针对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 提出相关的问题 然后针对某某某某大法官 他比如说他是提出协同意见书 问题都在协同意见书 协同意见书赞成 这个不给他登记是违宪的 那么如果他们主张是违宪的时候 我们会看他的协同意见书写的 够不够充分 如果他无中生有 恣意妄为的去解释宪法的第七条 第二十二条 我们认为恰不恰当 在这些东西上面 我们再进行相关的举证 然后交给监察院 那监察院看看他的直权范围 有没有办法进行 当然我们这边也讲到工程会 工程会是必须在有移送单位 或者说监察院已经提出来相关的纠举 或者是弹劾之后 我们就会进行公务员承接委员会 但是工程会的问题是 他设在司法院底下 我觉得司法院不会去动到自己的大把关 但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可能要等监察院出炉之后 那至于再视线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由二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提出来 视线有四种途径 一个就是我们人民的权益遭受到 这个法律或命令 影响到他们权利的时候 他就可以提起视线 有四种方式 那么其中一种比较符合的 就是二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提出来 现在113位必须要57位 那57位这个立法委员 除了国民党的 那还有史黛利 或者他们有没有一些党愿意提出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如果立法委员 并没有提出意愿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人民也可以去申请 我们就去办理登记 同样的我们就利用其他种的婚姻形式 因为它已经松动了我们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既然松动了我们其他方式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进行相关的婚姻登记 如果被驳回 我们也主张我们的权益受损 我们需要实现 大概是这样几个想法 然后我们再来凸显这个问题的 非常的荒谬性 那谢谢各位 我们这伙伴认为我们现在时间 那也非常谢谢各位的在现场的采访 那各位我待会会把 我们今天的新闻稿把修改之后 我PO在护家蒙的脸书上面 各位如果要下载电子档 那也欢迎 那也谢谢各位 那各位都辛苦了 什么长久以来 我们一路走过来 接下来的脚步行程 我们也祝福各位 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 大家在采访时 采访的上面 都能够发展自己的所长 我也是记者出神 每天的跑新闻是很兴奋的 因为都有新的事物 也祝福各位 祝福大家